本王子现在立刻马上去天空之境 欢迎的转眼看 有这么帅吗 所以它是景天嘛 有这么帅 去之前呢先化妆 今天买了一套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就是你们在标题上看到的 其他国家的额国圈一般都是教他 王子系 今天的装造灵感来自80年 用心做好豆奶的维他奶和周深联名出的这个 真心真意盲盒 这个盲盒的设计非常可爱 装造就是根据这个来搭的 打开后里面长这样 有三种不同的口味 一盒里还有一些深深的周边 这首可以换个BGM 我第一个视频的BGM就是这首歌 我的青春 你看深深这张照片啊 就是小王子本王啊 每次听他的歌我就会想起天空之金那个地方 所以在王阿姨的再三阻挠之下啊 我还是坚持啊 我一定要去天空之金拍 哪怕是当天去当天回啊 没有关系 不再怕的 就是去 我昨天晚上就在为今天拍的这个视频找BGM嘛 然后 后来要刷刷的这个视频 因为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我就点进去了 点进去之后我整个人就 惊叹了 这录不到也太好看了吧 就是学 然后我今天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把终终摸到了大概六分熟的样子 嗯 万一拍摄的时候不记的话呢 就临场发挥 为了防止个别的惯犯 白嫖的行为 所以我就把Vlog还有展示部分 全部都放在片尾了 一定要看到最后 可以期待一下小陈片尾的精彩表现 先开始化妆吧 最近熬夜熬的比较多啊 所以先要遮一下眼袋 这个粉底的颜色比我的脸蛋子还是要白很多的 因为今天要戴的角发 是宇宙第一显黑的浅金色 眉毛的颜色也不移过深 用棕色打完底以后呢 再用染眉膏染一下毛 今天会要大量的用眼影盘中 这个粉色 用粉色从眼尾 往眼头少量多次的预染 然后用下颜碱 我想用粉色修容 还有鼻头 哎呀 消瘦太重了 哎呀 再用这个红 叠涂在眼尾 脸头 还有下眼尖的后半部分 用深红色夹重一下这个纹 就感觉啊 经常戴眼镜 然后那个眼镜夹 把这两块夹轻了 你大概就化这两图形状 在需要上高光的地方 先用遮瑕 画一个范围出来 上在眼头 眼皮子中间 还有窝残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万年爱用物 易水基 连脸丝 脸丝雷丝双眼皮贴 来贴一个 善形的双眼皮 各位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等它干了以后再睁眼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子 立马睁眼 重贴警告 今天眼线不用拉得很长 填下睫毛根部就可以了 啊 这里虚焦了 下睫毛一共贴了5簇 嘿 不需要太用力 轻轻地把它们连在一起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真假睫毛分层的情况 口红我有点摸不到颜色 先去戴个假发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戴了假发以后真的显得我好黑啊 而且眉毛也太黑了 天哪我真的是没戴过金色的假发 下手就是没清白中了 我先看来这个嘴唇太厚了 感觉好凉啊 就像那个芭比的男朋友 现在什么乔治 哎呀好干啊 我现在把他起皮子了 喝水喝勺了 再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涂一下嘴唇的内侧 这里我用的是一个很自然的 浅金色的高光 童话感的妆容一定少不了腮红 这个筋骨丝特别特别小 粘在脸上就有一点 像金色的雀白 今天的展示部分是我们打飞滴去大理拍摄的 现在躺在地上的小陈正在百无聊赖的敦日出 等太阳出来了 这里就是人间仙境 我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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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着沙发 水眼昏化 凌乱头发 去渴望像电影 主角一样潇洒 不知如何表达 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 仿佛是魂的聪明 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 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 不能弥补的过去 每当想起 想过离开 以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姿态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也许尝试过悲哀 会开始仰望未来 伤疤 就丢给回吧 放下 才得到更好啊 别怕 别怕 想过离开 当阳光摆给阴霾 没想到你会拼命为我剥开 你知道吗 你现在一起眼睛 我只是刚才花了一点点眼影 然后我就在想 我今天花了什么妆呢 要不先穿一下衣服再看看今天化什么妆吧 然后一穿发现 完了今天开始要翻车了 怎么这么丑 假发也这么丑 这一套衣服的主约其实是个帽子 但是吧 但这套衣服一点都不搭了 怎么搬 它是黑色的 想一下搬法 好 在帽子外面 再套一个帽子 有 有吗 有 有 你是不是有点那个味儿了 你回答我 但是我觉得头发还得再整一整 夏宜老师 对 对 你以前是不是玩上马特的 我是玩非主流的 哦 我看出来了 以前玩非主流的你应该听过这首歌吧 I miss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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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day 只想看看你的脸